丑马动足先机 动人掌握机线 大家好 我是谢钟凌 欢迎收看今天丑马动人大富罗丸的盘后解盘视频 那今天是礼拜四 是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 在那边我先祝福所有的朋友 祝大家 在接下来的三天假期 端午加节愉快 那今天礼拜四是我们的直播时间 那直播时间我们有聊天室 同朋友 如果说你有直播上的问题 你可以到这个1708的部分来做提问 当然 等一下我会先帮大家带一下这个盘 那有些问题其实是什么样 其实我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就是我在带盘的同时有跟大家提到 有跟大家提到 那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像那个 我看一下 比如像那个 有人问到那个什么嘉哲 同朋友嘉哲 嘉哲我昨天已经出掉了 我昨天出了啦 所以今天没有我的事情 我早已经出掉了 昨天我已经砍掉了 然后也有那个说好的幸福 说老师工作忙没问题 我把双红转强被嘎咧 蛮奇怪的 我昨天Nighter不是说我放空原相大赚吗 你都只看被嘎的 不看赚的喔 双红我也补掉了啦 我补掉了啦 我今天原相把它补掉了啦 然后呢 是不是赚钱对不对 双红我也补了啦 所以我没在看股票吗 我有在看股票啦 同朋友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分析师啦 我的责任跟原则是什么 相信我的学员赚大钱啦 尽量想办法帮他们赚到钱啦 应该没有错吧 所以一个投资组合 我投资组合不是用五支吗 我们学员们 我有搞了十几支 然后每天都有赚的这样子吗 每天我都大贪大贪 结果实际上是二三十支股票 我如果玩二三十支股票 我说实在的 我也可以跟你什么 每天都大赚的 我买这个也赚 我买这个也赚 我抠这个也赚 我抠哪也赚 我这个超低也赚 我这个万一要减黄金我也赚 股票够多嘛 在讲赚的嘛 我也可以这样玩啦 你要看这种节目吗 你刚不看这个 不从后到尾就差不多五支 五支有时候四多一空 有时候三多两空 空的就是五个投资组合 你要去看整个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如果说 它平均起来可以赚钱的话 你就可以赚钱了啦 你一定要搞到每次都赚 我不是讲了吗 你要每次赚的 你去看谁有嘛 我去参加嘛 我也有钱啦 我钱可能比你多啦 我可以帮你去参加啦 参加顶级的啦 然后再把他讯息分享给你啦 那没有这种人嘛 你是在 所以呢 我的政策就是 想办法帮我们有学院赚钱 那有的股票是赚的 有的股票是赔的 只要可以cover掉 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 有危险的时候 我用别的股票来补 其实只要补得起来的话 其实就怎么样 其实就想办法把这一段 这一段这个鸟行情度过 就OK了啦 等待什么 等到后面主力的回归啦 好不好 我前天是不是说 我就很久没说 跟得到我走才不一定有 一大堆都不在 那跟得到我 只要跟得到我走 量都不到一千亿 很多都在拔妹了啦 没底的啦 没底的没底了 没底就是 菜市房啦 那倒不是 好不好 所以 好啦 一样看这个盘啦 后面主要是上礼拜五的啦 上礼拜五有没有 一根黄黑棒嘛 你要听实话还是听好听话 啊 后面主要你看节目 你要听实话还是听好听话 要听好听的 我就跟你说什么 哇 这根大涨你看底部行程 大涨准备怎么样 哇 这根大涨准备 哇大涨特涨带来 趕快彎腰剪黄金 剪个屁蛋啦 你怎么很 你怎么剪 你九成都剪到赔的嘛 不是吗 你今天掉下去 你怎么剪 你看这一根 今天K线搜这一面对不对 礼拜五的红黑已经被吃掉了 被吃掉了 现在只剪股表现而已 就剪股表现嘛 你那个多方趋势的在什么 在十一住行嘛 那种股票你有兴趣吗 很多人都没兴趣嘛 大家也在冲啥 大家也在操敌 对不对 华为什么303是联勇 哇跌很深的 赶快去买的 结果呢今天再送你一支 不是都这样 所以呢 所以 就是我看到什么 我就告诉你什么 我不会怎么为了跟你说 这个哇大涨特涨啦 赶快来拆救会员 你看到今天怎么样 哇我们绕上了 连续四根 这是OTC 连续四根掉下去 月线站不上去啦 今天岛上一开盘 大地方就开跌停板 但有护盘啦 又护盘又把它拉起来了 所以同样有时候盘 打空单就是这样子 正是会护盘 他就会去点火你知道吗 点火就是要跌不跌 要跌不跌 然后掉下去他就给你顶住 如果说今天不是什么护盘的话 就下去了 就锁住了 锁住 锁住还有跌52点 搞不好就150几点了好不好 是要参与了嘛 要参与就有人要动嘛 要动就没办法啊 所以就这样子嘛 所以整个状况就是 泰是什么 泰是比较偏弱 偏弱嘛 偏弱还是一样 我们今天空单补掉 下礼拜再看 弱的一样的打他 就是这样子啦 好不好 就是投资组的概念 我们就往下看 你看啊 我之前跟大家提的这个月线 通常这月线没过嘛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大盘月线有过吗 欧丽西月线有过吗 前天美股涨500多 昨天美股涨200多 怎么都搞不过去 搞不过去就是后面有风险 有风险 你就要留意风险嘛 通常我告诉你 就是请你留意风险 我主轴就是告诉你留意风险 不是跟你做生意 对 当然投资老师是要做生意啦 做生意短天上就是你锁码带着嘛 该讲的我锁码里面 也会讲得很清楚嘛 但是不是说 啊 红柯 快点 大涨 特涨 煞房工 房工什么啊 美股涨500多 我不是跟你说不会涨吗 涨200多 我也告诉你 没什么气啊 那不是 我讲的 你可能不想听啦 不太喜欢听啦 我就问你讲的对不对嘛 我问你嘛 我说得对不对 对不对 我告诉你吗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啊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我怎么做 怎么告诉你 我就怎么做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 中美贸易 我的看法是无解 是无解的东西 我昨天在看非凡的时候 非凡在播那个片段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讲什么你知道 他播川普 川普在讲华为 川普怎么讲华为 以国家安全的立场 跟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家公司是非常危险的 他没有跟你讲贸易两个字耶 他没有跟你讲贸易两个字 他是说 从国家安全跟军事的部分来看的话 华为是一家非常危险的公司 所以从我到尾的是什么 从我到尾的是孟晚舟的事情 孟晚舟 你去查一下 去年底12月1号的时候 他被抓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张首成 张首成 华裔的美国科学家 他跳楼了 他发现 他的团队 发现那个什么 量子自旋霍尔效应 那个东西是可以改变芯片技术的 而且呢 而且他可能会得诺贝尔奖 他在12月1号的时候跳楼了 为什么会跳楼 因为去年底的时候 有駭客事件 美国駭客事件 查到后面是什么 是Amazon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里面的伺服器被装了什么 被装了那个什么 什么间谍晶片 像铅笔的笔尖 大概一点点而已 装在那个Super Micron 那家做主机板的公司的 那个主机板里面 那从那个事件开始 因为他攻击了什么 他攻击了亚马逊 攻击了苹果 还攻击了一些跟政府 有合作关系的一些公司 所以美国政府在查 查到后面就是张首成 张首成跟谁见过面 跟孟晚舟见过面 11月底在阿根廷见面 所以呢 所以你在窃取情报 你就有情报站 你有情报的缘 所以你有情报特工 我就要抓人 抓人 孟晚舟给我抓到 张首成有抓到吗 没抓到 跳牢了 所以他是什么 他是任正非的女孩 任正非是什么 任正非 军方背景 所以美国看华为看什么 你就是中国的情报单位 不是吗 美国不是这样看的吗 所以就是咬着他打 所以你后面要看 这整个世界到底怎么落幕 你要看这个 不是看这个 这都没效 见面没有用 他就说从国家安全 跟军事角度来看 你还在看贸易 就不是贸易的问题 对不对 我讲什么道理 所以你要从川普的思考 逻辑去看 所以这怎么有改 这没改的东西 没改 没改你多空双向 你没操作 那不是 有多的啦 老朋友有多的啦 多的在传产嘛 就是在传产啊 对 前天跟他讲了嘛 大展 变这样子 老朋友 我不是收盘 才告诉你会 靠高走低吧 不是一开始这样说 短天上会谈一下 再来就掉下去了 我也没想到 才一天而已 有本来说谈个两三天 就才一天 只有一天而已 他就知道了 他就早上嘛 又涨了吧 不错吧 没什么反应嘛 老朋友 你看美股 我看这个 起电盘 起电盘跌的啊 台电跌2% 台电跌2% 台电今天也跌差不多2%嘛 大力官一看就跌停板了 看不出来 老朋友 就看不出来嘛 我要跟你做生意 我就跟你说 哇这个地方大涨了 赶快参加会员 我给你五折优惠 五折太少三折好了 三折不够 一折好不好 有没有一折的 有啊 我不知道在做什么 没有什么 不用钱啊 三折三折三折五折五折五折 都不用钱啊 有吗 有啊 也是有啊 也是有不用钱啊 我说什么 那种就没效了 我说实在没效了 这往内需嘛 内需就这样啊 这样啊 咱们就扛这 扛下啊 扛下啊 扛下 扛下的跌停 就快跌停了 今天補一補的啊 補一補啊 9点02分就把它补掉 110这边就把它补掉啊 后来那么鬼混鬼混 对把它补掉嘛 因为昨天是什么 啊 昨天索马都讲了 昨天是统一砍的嘛 啊 那个事情我后 我昨天晚上我去问嘛 到底是 怎么怎么会踩到什么 听说怎么踩到什么 什么 什么苹果的专利 这奇怪 踩到苹果专利 嘎衰 有人说是假的 有人说 有人说是真的 就哎 踩到苹果专利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发生的 但是昨天是 富华那边比较砍的牌 没那么多 主要是统一那边砍 因为消息是统一传出来 统一投信啊 统一投信 统一投信传出来的 统一投信那边 传出来说什么 他们踩到什么苹果的专利 所以呢 所以就沿路砍出来 有人说是假的 说哪有那种 什么TWS GO 什么专利的问题 哪有那种事情 就没有嘛 所以呢 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 反正就是100亿这边 他有一个官啊 就是有一个 该手的点在那边 就110嘛 110破了全 100就破了嘛 他110破 100就破可能到九五集了啦 但是110就没有看到 110有动 有动 补一补啊 有没有赚 有赚啊 有赚 但是呢 心情有没有很开心 没有很开心啊 因为双红被嘎了嘛 被补掉了嘛 双红就补一补啊 所以呢 所以没来 也没来啊 一个赚10块 差不多也没有来啊 对 然后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的 得利 你有没有得利啊 我不是每天讲秀得利吗 啊 我每天秀得利 你有没有买 没买 是怎样啊 纺织股不清楚 今天创新高 我们赚钱 创新高还可以赔钱啊 你要帮帮忙 然后中探生 公布零收 啊不错啊 就是有成本附近嘛 我后来接回来的成本 有啦 小叔啦 小叔一块钱啊 小叔一块钱可不可以啊 最近行情这样子 你竞技股票小叔一块钱 然后呢 公布出来的营收是这样子 我是不是说这支股票 你不能看日线 你看日线可能看不出所有的 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周线嘛 周线你就比较看得懂 他在干嘛了啦 对不 所以呢操作方法嘛 有方法就会呢 就有下一支嘛 对不 下一支这支嘛 我昨天一直抓按道啦 还不错啊 多方嘛 所以呢 所以我今天节目是什么 空单补掉 玩多单嘛 玩多单 这是我玩的多单 我送给多单 多单 我玩的多单 好不好 所以呢所以做个结论 多空双向 灵活操作 现在大方向是偏空 但是偏空它主要空在什么 电子股 多的在什么 多的在船长谷 就多的在船长谷啊 船长谷 船长谷 船长谷在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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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谷去什么 套楼满手 风险都锁嘛 看节目套到 你不要看嘛 你套什么 风险都锁嘛 什么叫风险都锁嘛 看节目套到 那你不要看啊 我不是跟大家讲过 月线破了你要出 月线破了为什么不出呢 月线破了你要出 月线破了我有出啊 月线破了我就出啦 不然你不要看嘛 好不 感谢啊 感谢 那还有什么 小郭分析师 请问郭大侠出了CF报告看法 你也认同嘛 认同啊 你股价下去了嘛 股价不是下去了嘛 CF啊 652啊 股价下去了啊 老板一直说没有问题嘛 老板一直说没有问题啊 股价下去了嘛 小郭 其实 他确实是订单到年底没有错 他确实是订单满到年底啊 但是小郭说下半年开始怎么样 就 就就就就然后明年开始不行 啊明年开始不行就 就就就就这样子啊 好不好 看来是什么 所以我认同他的讲法啦 因为股价确实是这样子啊 那股价不会骗人吧 股价不会骗人吧 股价不会骗人吧 对不对 我看来是什么 那个套牢蛮少问你啊 我节目也有赚钱的啊 你都没有买到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买到就没有缘 挑股票做我也没办法啊 对不对 我看来是什么 兔兔问了袁玲 后事如何你还抱着 那是什么 投票其实还是那句话 月线破了没有 月线破了 对不对 我一直强调了嘛 月线嘛 月线站上基本上转强嘛 月线跌破基本上转弱嘛 你知不知道他月线跌破 我现在你知道 没有砍 砍不下去 是怎样 赔个手续费也不想砍 这个我哪 看年底啦 我只能想说看年底啦 因为这一段 这一段就中美卖的关系嘛 其实就是大家都不在 大家都不在 谁要去付股票啊 我问你啦 现在什么去回股票啦 你是主力你现在想要 现场护盘吗 还是等跌完了 还是等大家 好像跌差不多了 或是政府护盘 或者说后面的情况 比较回稳你再回来 一般来说 都要状况比较好一点 再回来吧 所以这个 还是那句话啦 我之前我已经 投票这个我已经讲过N次了 月线跌破 请你先出场 避免他后面是万丈深渊 对不对 讲过很多次啦 所以这个后面再看嘛 转强再回 转强再回来 转回 转回 转强站回月线 搞不好就会来啦 就这样子啊 搞不好 还有看什么 核心 核心今天公布营收了 对不对 很棒啊 十四块这边 吐不太上去耶 你敢有法格 你有法格吗 十四块才吐不上去 跟他说啊 五月合并营收四亿多啊 四亿多算不错耶 你看他过去的 他过去好像只有三亿多嘛 二月有三亿 三月三亿八 三亿八嘛 看一下啊 三亿八三亿七嘛 四点二亿 这个不错啊 但是会不会涨 不会涨啊 早上不是有讲啊 早上没有讲吗 看一下啊 早上没有讲啊 早上不是讲了吗 早上啊 利多见报多数不太涨啊 利多见报不太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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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涨 不太涨怎么样 不太涨不太涨就给他啊 十四块这边吐不太上去啊 甚至像什么 二三七九也是一样啊 二三七九啊 这营收就好吗 营收超好的耶 真的啊 有一个营收量力啊 后备长也不会涨 月线有没有扣 月线吐了上去吗 也吐不上去 就对于这个营收很棒啊 就没去啊 就没什么去啊 所以电视稿现在就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就是吐不什么去里面 我看一下 这哪里挠到这样 哇 不见了 我看一下 整个画面都不见 哇这边要播 哇 看一下 我把它拉到这个 所以就是 如果说吐不上去的话 你要不要先出啊 十四块这里啊 因为十四块这边 你看大哥的嘛 就大哥的股嘛 对不对 我想说大哥耶 大哥的心目你都会 那不是啊 瑞弈啊 核心啊 三十九核心啊 核心大哥 十三点五嘛 十三点五红圆十四点一 所以差不多十四块这边嘛 所以这边的成本嘛 那成本 那成本 他可能不想拉吧 或是说 左手换右手 他也在浪钢 因为后面是虚空母啊 大哥啊 海哥也是很怕中美贸易战啊 海哥很怕啊 之前那段也是他 也是他 哇砍得跟什么一样啊 这个我之前都讲到过吧 我之前不是讲到过吗 这个啊 这边也是 哇他也砸了 因为大家会怕嘛 那边也砸了 好不好 所以就是十四块这边啊 十四块这边 如果说你有的话 看你也不知道 那个啦 星星 这个你 你要不要小心一点啊 这华为的啊 这边在炒什么 华为基地台啊 这不就是华为基地台吗 啊这边啊 这也不是炒华为基地台吗 ABF版嘛 基地台啊 那现在呢 现在华为不是人人喊打吗 啊你敢买华为的股票吗 华为可能在国内 在中国还可以用 但在国外这边呢 国外这边啊 不是快被封杀了吗 到底状况怎么样 其实都不太知道 都不太知道了 会不会说 那个月底的时候 乎啊两边 中国跟美国OK了 有可能 好不好 世界上我们有不可能的事情 世界上 世界上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我在看就是 应该是不可能 机会不太大啦 但他就华为的嘛 啊804月也是啊 这都华为的啊 啊华为的一有问题 就砍单嘛 所以一砍单就这样子啦 嘘 这有华为的啊 有华为的啊 不是吗 华为的啊 这我之前节目上也有讲啊 对 涨上去的时候也没感谢啊 跨边级的嘛 对啊 掉下来 老师我怎么没有出什么什么什么 跟我屁事啊 对 所以 所以投票喔 你要有自己判断的方法啦 如果说你 不想加入我们的学员 没有关系 那是我们缘分不够 不过呢 你要有自己判断能力啦 该出的时候你要出的 不要不该出的时候 对 该出的时候不出 然后呢 都是你害我的 谁害你啊 下下 但也是你下的啊 不是吗 就讲过N次了 每次都这样子 好不好 看一下什么 中探针 下礼拜就这样 733 中探针喔 下一半认上去 你要不要等他再转强一点 我是觉得他OK啦 因为你看这个 以后我的测试要写着 不要看节目做股票好不好 看节目做股票你要支付盈亏 你看这个 没有出啊 他沿路买上来没有出耶 所以为什么这次股票 我一直没有出他 因为就没有出嘛 他们没有出啊 没出啊 而且而且 就这样子啊 你看这个周线 对啊 拉5根嘛 回3根嘛 然后呢 这周的已经没有 跟上周比 就高点过高 低点不过低点嘛 如果推上去的话 应该就是要推啦 看起来三 如果说外面是在传3块啦 3块多啦 3块到3块半 如果外面传的是真的话 这本益比10倍 这也不贵啦 那 看一下今天到底谁买的啦 好不好 因为今天的现在3点多 资料还没出来 如果今天是有投信跟外施 下来买的话 应该就比较稳 就比较稳啦 就可以加码啦 这个大副储比也 也没有出啊 不是看起来是还漂亮的吗 还OK的啊 好不好 好看一下它是什么 2308 2308 2308不是黑吗 2308 2308 这外资出报告耶 上看190 我忘记哪一家了 我记得前几天有一家 应该新闻有吧 我看看 外资出报告 报告耶 没有在新闻里 外资有出报告啦 台大电啊 那个 它主要是说 华为只占台大电营收1% 所以影响不大 那华为如果被干掉的话 就是有压力的话 后面的单位留到什么 会留到Nokia跟e力信 台大电跟Nokia跟e力信的关系很好 所以呢 所以受惠这个东西 以及受惠电动车 什么什么网路 反正他就说一堆啦 说一堆 然后呢 然后就上看195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好不好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反正他在那下 那下 线型是强的啦 好不好 线型是强的啦 反正就像造线座 他现在站上月线就转强 调到月线下呢 调到月线下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调到月线下嘛 什么都不知道 像这家者我昨天出了嘛 是怎么 你看他这个喔 所以我是有在看盘的 不要想说我都在睡觉 我都在什么 錄节目当艺人 好不好 有今天都是会员 会员的帮忙 学员的帮忙 你看这个黑K 然后一根小火柴 再来一根红K 红K贯送针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转折 这三根是一个转折 那这个转折 其实在这段时间 大盘在绕赛的时候 其实他 发挥很不错的支撑 但是 他这个地方应该要上去了吧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这个地方应该要 应该要 应该要搬起来了吧 结果没有 怎会抹下去 抹下去 这个转 他这个转折出来 支撑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根 这根红K棒的低点嘛 210嘛 是不是210 那210他昨天在哪里 他昨天 我昨天是 我昨天是比较尾盘 快摸到210这边来出的啦 你看他这边嘛 就这一根嘛 昨天到这边了嘛 今天嘛 差不多1点半的时候嘛 1点半 欸奇怪 怎会抹到 就是这一根一般来说 他顶到一半 他就要稍微停一下 怎么会抹来 这个 哇这根怎么样 快被吃掉了 快被吃掉 快被吃掉 那要干嘛 我要做动作吧 先出掉啊 就买210几的嘛 210 220的嘛 210几嘛 手脚慢的 可能就买220的嘛 210这边 安全起见 拌我就看败啊 盘我就看坏啊 就先给他嘛 先给他 今天发生什么事 说在的我还不知道 我要去问一下才知道 如果说又是跟什么 原相一样 是个乌龙事件的话 搞不好我还可以捞回来 我还有价差 我还省7% 省1万5 一张省1万5 所以这个就后面再看了 后面再看了 好不好 那还有什么 神盾变神棍 神盾好像又软掉了 这几天都是 这几天的电子股只有什么 只有三星的概念稍微强一点 你看看到会不会掉到月线下 对啊 看到会不会掉到月线下 月线下 弱势嘛 月线上呢 月线上 你不要说我们空月线上 月线上这个地方不能打空缆吧 所以会不会掉 会不会变神棍 他在掉到月线下 就可以空他了啊 就是有没有 弹到月线上 弹不上去就往下掉 这是什么 就假的 假突破嘛 掉到月线下在空他嘛 这个地方你不要动作嘛 你不要这个月线上 空就嘎上去 哇 谢老师你害我 我看你的节目就我被嘎了 你帮帮忙好不好 你也要判断能力 不要 不要每次做错都人家害你 下单又不是我帮你下的 也是你自己下的啊 你是我的学员 我有能力 我有责任我要保护你嘛 我会给你指令嘛 你要看免钱的 那么多免钱的你不看 看别人的嘛好不好 他叫什么 8016 8016不是那个吗 PA啊 PA啊 就PA啊 PA 我不知道呢 这个就反弹啊 我是觉得他反弹啊 因为基地现在还没过啊 三条线 大叔比三条线 他现在还不是三条线啊 他只是跌深的反弹啊 就PA啊 就PA啊 就是基地台这边 其实不管 就算华为不用的话 其实别家也是要用啊 然后也有外资说什么 说文帽 说文帽是错杀 我昨天看到一个好像是 是大磨鞋的 昨天啊 昨天出了报告 昨天出了报告 没错了 我看到我还吓一跳 啊 目标240 又涨回去这边哦 那我call 我直接跟他说 我太相信了 那我call 那我call 那时候还有在吵什么 同心店 锦德嘛 陶池 陶池这边什么西洋骨头 这出给谁 传言出给华为嘛 听说华为要用嘛 所以呢 所以是什么 巴德路投信 一听到出给华为 马上巴德路投信就去买了 就买一买 哇还没出 你看又开始 又开始劈啪啪沿路坎 所以 这些都是什么 这跟华为比较有关系的 看你要不要先散啊 那也不要抢反弹啊 那你要打空单的话 麻烦打月线下的 就是破月线的啦 破月线的啊 像这个啊 为什么昨天打他啊 奇怪怎么 大盘在大涨 结果他很快就翻到 那个平盘附近了 结果就掉下去了 结果呢破月线 破月线就K他啊 就这样子啊 诶怎么外资投信一直在卖 对不对 那因为当然这天 我们前几天就有看到了嘛 就看到说 诶奇怪这个不太对劲 因为题材很棒 出力多 出力多怎么反而都在卖 然后后面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什么采盗什么苹果专利 后来我去问 人家又有比较资深的说 哪有那种事情 那个是假的 啊假的啊假的 反正有赚嘛 有赚就把它补掉啊 就差不多这样子啊 所以操作 所以后面就是操作啦 还有什么 我看一下 新星核心 老是会员出货 那当我的会员不是很辛苦 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换个角度想 当然我不是那种人啊 好不好 觉得我怕续墙 还是偏空啊 觉得我怕转墙啊 觉得我怕转墙啊 觉得我怕 刺激钢啊 站上期限耶 昨天头戏又买耶 这个就政策的嘛 这净户的啊 对啊 这净户的啊 应该净户是要重了吧 所以你看 你会觉得 看大盘跌 哇看大力光跌 对不对 但是你说有没有股票会涨 有啊 政策复盘啊 政策的股会涨啊 这不是吗 政策的股会涨啊 一样啊 我手码有没有告诉你 我手码有讲啊 因为它太慢了 节目上这个股票我也不想买 那太慢了啦 这太慢啊 这很慢啊 对啊 但是我手码有讲的 你要玩的话你可以玩这个啊 我节目上没有讲的 我也不会在节目上跟你说什么 这个什么大壮 我也不会讲啊 只是手码里面我都会讲啊 手码里面我都会讲啊 手码里面我讲会比较多啊 要听不听 随便你嘛 你要沈小泉 我也没遇见啊 但是你要 就是我们个名本事嘛 然后什么 六跟二 换一下嘛 六二三四 高桥嘛 哇高的掉下来啊 就引爆战车而已啊 引爆战车啦 一样啊 接政府的标单啦 引爆战车啦 这个大家报告都写很高耶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来 四二四五五四 那超高的 会来不来我不知道 你自己参考好不好 如果说你喜欢跟着政策走的话 不过政策会飞得比较快的 应该就是这个啊 司机干嘛 对啊 对啊 司机干啊 阿信啊 阿信啊 創新高 阿信啊 对啊 封电的啊 上尾啊 上尾啊 上尾还比较尿耶 其实主要就是那个啦 阿信啊跟那个 台船啊 台船 在潜见国造耶 但是今天不太强 今天强啊 就是在封电啊 就是那个 阿信啊 阿信啊跟什么 司机缸嘛 你听说什么陈律师 陈律师的群组给他画司机缸 我不知道 我没有站在群组里面 好不好 立青跟连加还有救吗 越线上越线下 你要不要看一下 好不好 啊 哇啊 四点了 四点哦 王瞳被动员舰 他喊被动吗 他不知道呢 被嘎了 松红我今天补掉啦 东荣新 东荣新今天不是蛮强的吗 东荣新啦 东荣新今天 他量比较小 我知道他有个 这主力还在啊 GGC的主力还在 主力还在啦 主力看的比较长 这不是比较优一点点 以筹码来看啊 后面哦 以筹码来看啊 后面如果说主力要 毛起来 狂拉猛拉 我不知道哦 好不好 我不知道我不敢跟你保证 但是 以筹码来看 这支是不是 比较 比较漂亮嘛 比较漂亮嘛 今天收 264嘛 28 30 29 应该还有一支吧 是不是还有一支 对啊 你看这个是不是 因为他的数字 这支鼓道的数字出来了 那 东荣新的数字还没出来 那还没出来的话 主力认为应该会出来 好不好 他认为应该会出来啦 所以他一直在买 但是应该也有机会出来 因为确实 人家就是要拉货啊 你下半年这个地方本来是要拉货的啊 他那尼龙66本来就是很有竞争力的 而且又在越南 今天也是这样啊 也这样 只是他量比较小 有时候盘中一整理 哇量很小 好不好 好那我们时间 那个录影时间要到了 4点啊 好不好 要做个结论啊 大盘还是弱势啊 啊既然大盘还是弱势的话 操作要有风险意识啊 操作要有风险意识啊 其实我讲说你操作要停损 不是今天才讲嘛 讲很久一段时间 不是说一直说你 从上礼拜都说你不能灭顶 在这一波你不能灭顶 有吗 我问你 你看上星期 我是不是说那个破线你要停损 你不能在这一波灭顶 不要停损 不要停损 就 不能怪你啦 好不好 都我的问题 不能怪你 都我的问题 好不好 当然还是那句话 股票操作 不怕亏损 怕没有赚回能力 好不好 怕没有赚回能力 我算完被嘎的怎么样 我原先一空下去了 我马上就补回来了啊 你可以吗 你不行的话 我张教授我会给你嘛 你别人来 各凭本事嘛 就只能这样子啊 好不好 所以呢 还是这样啦 我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好不好 那 一样是个时候梗 有方法就有会内就有下一支 我的下一支 就这个吧 所以呢 空单补掉 換多单 今天玩多单啦 今天玩多单啦 那进去就是多空双向 好不好 那如果说还有没有回答到的 你看那个 下面有联文版 你可以利用联文版 跟我们做个联系啦 那如果说有QR Code的话 还不是我们赖来生活圈的好朋友 你可以少一下QR Code 来交我们赖来生活圈啦 当然 操作 要有风险概念啦 好不好 不是看节目做股票 不是看赖来做股票啦 好不好 三四十个赖来特 你也可以看别人的 如果说我们没有缘的话 我也不会勉强你啦 好不好 一事随缘啦 随缘一事啦 好不好 祝福大家 平安赚大钱啦 那我们今天各位分享到这边 筹码动足先机 动人掌握之间 我最爱明天超顺利 应该说下礼拜超顺利啦 好不好 我们下周见 拜拜